《飛飛時營》 《飛飛時營》 是在探索飛行的位置屬於 《飛飛時營》最科學的冒險家 引論的探索者 設計的參與者 飛行的先行者 我覺得它是一個定義 同時也是對《飛飛時營》的要求 我飛了36年在飛 大概遇到30次重大陷阱 我都沒有追悔過一次橋傘 都是想辦法把飛機完全的需要 這是我最終對航空室的追求和奮鬥目的 我第一次草英宿入海 正像是飛機飛到一個油桶裡面起一樣 所以這種措腳有的人就克服不了 但是我說要走 這項任務完不成 飛機定不了行 當你把這個型號飛上天的 而就會定型的 你交付到部隊去了之後 非常有成就感 也非常有自豪感 一種行機要飛1000多個架子 在這個試飛過程中 它肯定會遇到成功部長 和很高一點錢 都知道我們試飛是有危險的職員 但是總有人要去執行這個任務 從2001年到2017年 我一直在負責建設人員的試飛工作 我從來沒有想到 我們建設人員會這麼的漂亮 這麼的威勇 這種自豪感感 有染而生 從旺旗相悲到現在 冰甲崎區 這是一代一代航空人 在默默無紋 能力工作 而且灑汗水灑生命 一路走來就是結果 了解之後 覺得試飛員非常的厲害 很敬佩 就是有人說 試飛員是刀尖上的舞者 確實是這樣 試飛員一直在嘗試新的機型 嘗試飛機的極限 一直的貼近危險 試飛員要從不成熟 把飛機試到成熟 試飛員不僅僅是勇敢 他還有他的智慧 試飛員是會飛的工程師和設計師 他必須有很紮實的 飛行理論基礎 他要能夠參與飛機的研發設計 讓更多人知道 有這樣一個群體 《長空之王》 是濃縮了大量真實試飛故事的電影 一知有念 還得多知識 試飛機 我們在劇本階段 試飛員就已經介入了 每天都有試飛員的現場指導 他不單是要教演員去操作 他還要跟演員講一些 比方說在飛這個科目的時候 我的感受是什麼 五六兩策 對參考一下電平線 這時候就能探測出的這個飛機 大概的姿態 《長空之王》是對英雄的理讚 是對突破極限的歐哥 希望能夠通過這個電影 讓大家了解一下 航空是非 了解一下咱們當前航空業的發展 以及航空人 對航空裝備的貢獻 讓普通的觀眾都可以領略到 我們國家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 《大陸林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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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林的貢獻》